经济日报的重榜分析 今天推介汇控5号 公司上星期公布首季业绩 虽然好像市场预期 未有派发季度股息 但业绩数据显示 业务已经露出了曙光 首先,经调整收入 按年倒退3.2% 跌幅少于预期 第二,预期信贷损失 回拨大约4亿美元 第三,汇控主要业务地区 包括亚洲、欧洲和北美 随税前日历 按年都出现增长 代表新冠肺炎疫情 对汇控业务带来的冲击 渐渐被消化 令到重启回购行动 和中长线增加派息的机会增加 汇控股价在贵迹公布之后急升 升破了3月展开的下降轨阻力 在股值收复、重启回购 和派息提升等的憧憬之后 请不吝点赞 打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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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打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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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